我们这边出现有breaking 地板动作让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吓得只能站在原地猛拍手 郭董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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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很多破音 还是交不惜支持者的热情 联署起报第一天 郭董不忘亲自视察 全台最大台北东区的联署站点 我们本来是明天早上 才会考虑这个问题 现在呢 跨出稳健的第一步 就是成功的一半 我们不急着 今天要公布人数 联署有无达到预期 郭董一点都不担心 毕竟联署站全台遍地开花 不止原本公布的十个据点 现在可能再加一 我们这边一定会尽全力的 来替郭台铭先生来进行联署 郭敬办他们官方的公布 我们拿到官方的联署书 我们才能告诉大家 也才能再替大家来收这个联署书 就等郭董一声令下 高雄联署站就能秒就位 不过却传出郭震要求地方造势活动 要凭单据才能核销 程序过于繁琐 造成地方派系反弹 郭董的超能力恐怕失效 晚上也许了解清楚 再来回答 不过联署想达标 还得看与副手赖佩霞的合作默契 不止赖佩霞的种种过去 被摊在阳光底下检视 最新一份民调更显示 郭台铭的支持度 只剩下不到7% 民调不增反减 我相信最后这个才会反映到实际的情况 我们对任何的媒体的民调 我不做任何的评论 有太多的人做得比我们辛苦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现在聚焦的议题 郭台铭联署站全台起跑 从板桥开始万件齐发 联署不只要达标 更要冲破百万份联署 继续我们晚听刘外婷采访报道